Large number of iterations 我們把iteration設的很大 但是 to interrupt the algorithm when the gradient vector become tiny 就是你的gradient做出來 它的none 因為 gradient做出來 基本上是一個vector 它的none太小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要停下來了 OK 那所以 when itsnone become smaller then a tiny number 我們叫這個number 假設它是叫那個epsilon好了 OK 我們叫這個叫tolerance OK,tolerance 那它如果 譬如說我們假設這個tolerance 設成0.001好了 如果說你的那個gradient 已經小到這樣子 我們就停下來了 我們就認為這個現在就已經是最好了 那我們的iteration 因為可以設很大沒有關係 OK 那這個… 在這個時候它已經 幾乎是倒閉一門 OK 那這個… 當這個cose function是convex 然後它的slope does not change aproperly 就是不會 就像我們的MSE 這樣的形形 這個batch gradient descent with a fixed learning rate will eventually converge to the optimal solution OK 那這個batch gradient descent 是什麼東西 我等一下後面會再講 OK 然後呢 這個… but you may have to wait a while 那take這個… 這個1 over epsilon 就這個big O 這個number of iterations to reach這個optimum optimum 這個within這個… 這個… range of epsilon OK 這個… 這個tolerance 所以呢就說 這邊解釋一下 就是說 就如果你 divide這個tolerance by 10 to have a more precise solution 那就是… 你希望這個tolerance降低10 變成10分之1好了 那你的演算法 可能你要… 你等待的時間 會等10倍長 OK 這個大概是這樣的情形 OK 所以這邊 前面這邊的時候 我們其實在這個計算的時候 剛剛回答 我剛剛回答這個 正在做這個計算的時候 其實我們把整個那個batch 都放進去了 整個batch都放進去了 所以呢 我們一個batch是100個sample嘛 對不對 所以做這個100個batch 就100個這個sample 來去做這個東西 所以需要花… 這個時間複雜度 其實是跟m乘正比 跟你的sample個數乘正比 好 那我們現在recap一下 我們剛剛學到的這些方法 那個… 我們學到那個normal equation 對不對 大概是n的2.44方 到n的3方對不對 那我們學到那個svd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Psyche RAM的那個做法 它大概是n平方對不對 那這個的話 那兩個都是跟那個… feature的個數 feature的數量有關係 但它跟那個… 你的這個… 它的這個… sample的點沒有關係 但我們這邊的話 是跟sample點有關係 就是跟資料量有關係 但是跟feature的個數比較沒有關係 OK 所以… 所以這邊就跟大家講說 如果你的問題是feature很多的時候 那你可能你要知道用哪個演算法 如果你的問題是 你的sample數量很多的時候 那你可能要知道要用哪個演算法 這就是我剛剛前面有講說 你要看情形去決定 用哪一種演算法來做你的問題 就算是同樣做線性回歸 OK 都有很多不一樣的做法可以去選擇 這樣子 好 那… 好 接下來要講那個 Stochastic Gradient Listen 這個後面開始要講三種不一樣的 Gradient Listen 我想… 這今天可能講不完這一塊 我想我們今天就先到這邊好不好 畢竟開學第一堂課 大家第一個禮拜也應該是滿累的 OK 我們今天就先到這邊 我們下次從 Stochastic Gradient Listen 開始 再跟大家提醒一下 我們以後在這邊是從6點50開始 OK 那… 當然還是希望大家都來啦 但是如果你們不來 我們也會錄影 會放到那個雲磚上面 好不好 那請同學記得要Check EEClass OK 那… 如果我的那個… 包括我的Slide 還有如果說我的Cables 有任何的Update 我都會放到那個… EEClass上面 OK 有沒有問題 因為這個要印的時候 只要自己印對不對 對 你要自己印 你如果帶電腦來 你也不用印啊 沒有…我沒有規定你要印喔 我…我從來沒有規定說 你們一定要印 到時候那個handout都會給同學 就是檔案… PDF檔會給你們 所以你們要不要印 那是你們自己的事情 如果還在想印的話 什麼時間點以前 你會放在上面 就比如說新的教練 我會在一個禮拜以前